政府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以及萧美琴 今天到国防部听取机密简报 总统府会后释出照片 被点名接棒国防部长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确定陪同参加 让外界对于国防部长的人选 增添了更多的想象 而且赖清德听简报的时间 比起蔡英文 2016年当选时 还要提早12天 来因直言 这是因为两岸的关系紧张 必须提前来听简报 令云则认为 是提早进入状况 是好事 准政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车 对2号下午2点抵达国防部 部长邱国正亲自迎接 随后进行机密简报 总统府事后释出照片 外界关注了同行者解密 包含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和国安会副秘书长刘德金都在列 而顾立雄正好被点名 是接棒国防部长呼声高的人选 这回跟着一起听机密简报 十几点格外敏感 而且另外两位也被点名接棒的 李仲威和黄树光都没出席 让外界对国防部长的人事不值 有了更多想象 赖消听完机密简报后 下午3点05分左右 车队离开国防部 前往恒山指挥所市岛 形同是准总统创先例 进山洞市岛 赖清德总统曾经历经行政院院长 以及副总统各个重要的职务 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些相关的资料 他其实应该早就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假如本身是个搂蛋 就算经历了再多的职务历 他到了最后还是会手忙脚乱 这回赖消到国防部局远远给媒体捕捉车进车出画面 对比2016年刚当选的蔡英文听取机密简报 大动作让媒体拍摄 这回滥销的做法低调不少 而且蔡英文当年是4月14号才听取简报 赖清德却在4月2号就听取 时间点比蔡英文早12天 他听的时间是比较着急的 这什么意思啊 两岸紧张后或者美国认为紧张了 在过去都是行政院长 国安会的秘书长 确定之后才听国防部长 相关单位能去视察或了解 提早进入状况 这对国家是一件好事情 是两岸兵凶战危迫使赖清德得早一步听简报吗 蓝绿各自解读 介绍文贤林陈佑台北报导 各界批评数位发展部租用了办公室 浪费太多名指名高 像是新光地货大楼一年的租金 要将近5000万元 而今年初又花砸了3亿元 做了6年的临时办公室 在党批评连当立法院长办公室都远远不足 数发部长唐凤跟幕僚的豪华 是时候应该要替数发部找个新家 神神公堂 200亿成立的数发部打炸成效看不到 部长唐凤更被蓝绿炮红浪费公堂上千万 又是天价装潢又是爽出国 更有立委拿资料讽刺 数发部长和职员的高档办公大楼 连立法院长办公室都比不上 我们韩国瑜韩院长啊 包括作案来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 他们是在以前你校的这个教室里面办公 唐凤里的在上班 一早去递后 新光大楼再上班 目前数发部租的办公室是台北市地价 前三名昂贵的新光大楼 一年租金就得花费近五千万 网友炮轰出国做头等舱 办公也要用豪华空间吗 数发部果然是肥猫仇用专用啊 立委在报 数发部年初又再花超级天价 签办公室租约 天年元月份又去签了一个 六年三亿的租金 那三亿用八就好了 先要跟你说 所以我们来努力 帮被骂得错头的数位发展部 找新家好不好 好 百姓纳税前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台电连年亏损的无底黑洞 政府现在还要掏一千亿补贴 来营炮轰 就是因为民进党费核稿率呢 连省记长也都无奈 这样的变相补助 是否应该要停止 我是希望台电要强化经营体制 加强开源节流 如果你的售价低于成本 它要赚钱就很难 台电坚持涨电价 是因为国际燃料价格暴涨冲击 还说连核电占比超过六成的法国 电价涨得更多 但专家马上大打脸 法国的电价是市场电价 核电厂是私人的公司 不是法国政府所控制 它卖到德国一度多少钱 它在法国就卖多少钱 法国电价涨 不是反映它的核能电厂的电价 而是反映在电力公司的利润 请问一下我们台电有利润吗 财政政府动辄上千亿特别预算 纳税钱有没有被乱花 当审计部说了真话 百姓好奇 难道执政者还想继续装傻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